可是半路就出了车祸 我从来都没有跑下来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对不起 黄千元 让你说我一下 没关系 沈静元 我知道你一定不会丢下我的 就算你失忆了 想不起我来了 你一定是有原因的 不对 我不应该把他留在那里 万一他们对他做什么 放心 等等我 我马上回去 我马上回去 放心 沈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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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吓死我了你 怎么样 怎么样啊 真的很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没事没事 没受伤就好 你们有没有受伤啊 要不要去医院啊 没事 我就落车去检查一下吧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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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太谢谢你们了 要不是你们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宝贝 快谢谢哥哥姐姐 谢谢哥哥姐姐 我说送给你大哥哥 走 走吧 跟哥哥姐姐再见 再见 再见啊 走吧 走 吓死我了你 小心 沈静云 你怎么了 感觉你很高兴的样子啊 你准复啊 你先听你的事 你全部想到你了 我一直想到你了 好 说我什么想到你了 我的鸡医生 你那个没有想到你了 你他不想到你了 我先听你这些事 但你没来 什么想到你呢 我把你的 bashk 然后你看到你了 但是半路我发现不对 不应该把你留在哪儿 于是我就回去了 可是半路就出了车祸 我从来都没有保险你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对不起啊 陈静 让你说我错了 没关系啊 陈静元 我知道你一定不会丢下我的 就算你失忆了 想不起我来了 也一定是有原因的 一定是把顾小哥的祝福先铃了 让你恢复了记忆 我觉得是治疗的效果 尤其是你的功劳 对了 你要跟丁一车跟张教练说一下 让他们也高兴一下 不急 等比完赛再说 不然他们又该赶过来 好吧 听你了 我还想起了无视天子 什么 一个惊喜 不过现在还不是实话 是 走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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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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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计运动员从来只跟自己比 他说他只想挑战自己 他用了新枪吗 罗斯坚先生问您用的是不是新枪 他不想我怎么能做 陈其运先生 罗斯坚先生觉得对于设计运动员而言 枪和人需要磨合很久才能千万一提 你师徒在比赛里使用新枪是对他的不尊重 权利以赴就是尊重 唯一是最好的 他是最好的尊重 你告诉他什么都不利 罗斯坚先生还想让我告诉你 你这圈里以赴在他看完可能并没有什么价值 我对拉这话不感兴趣 他好歹也是世界第一的冠军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射击嘛 比的也是心理素质 为了干扰对手 很多选手本来就是无所不用其机 说垃圾话已经算是比较平和的方式了 你怎么突然吃这么快 把人说话吧 免得干扰你的心态 你还觉得你是我唯一的干扰箱 唐欣 你现在是我的幸运女生 你看啊 你的十个手指头上呢 有十个抖 这样就说明啊 以后我枪枪都能打中失缓 来 嗨 老板 你来 怎么样 这地方感觉如何 还行 就还行两个次 大哥你的腰气也太高了吧 好 我们运动员的要求很简单 有营养 无添加 我懂我懂 最高级的食材 最纯朴的烹饪 你们怎么这么像说对口像声啊 吃饭还恨不你的嘴 快吃饭 时间差不多了 吃完我再去练会 那我一会儿跟你一起去 吃饭吧 来 小主播 你说咱俩这样 像不像考生家长 你那伤怎么样了 还疼不疼 你俩真实的 随便出去还能撞上了事 我们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 什么因祸得福 你差点被撞上 还能撞出个运气来 是啊 不过不知道这次运气好得 够不够彻底 明天到了赛场就知道了 行 玩神秘是吧 拭目以待 对了 听说混团规则又改变了 是啊 偷偷 不过没关系 我们家小慈单向也不错 我们家沈天员也是 我们俩小慈根厉 我们俩小慈根厉 我们家沈根厉 这就是这些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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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走 走 干吗呀 走 在这儿等我 结束了 跟我回酒店 我就是怕打扰到你 才在外面站着呢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最缺的 就是被你打扰 所以从现在开始 给我喊一百句加油 对了 没喊十句 记得喝口水 热一下嗓子 喊加油 这儿被俺都软有河水 沈天员加油 小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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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慈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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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我踏 还可以做 小慈 加油 小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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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去 小慈 加油 主持 我也能喊加油 小慈 你快开门 你就派门干扰吧 挺好的 小慈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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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奥运会初步队伍 选拔赛的办法进行积分 每场比赛获得前六名 且资格赛成绩不低于 奥运会选拔成绩标准的运动员 按照决赛名次 依次给予十五 十三 十一 十九 八 九分的决赛名次积分 超决赛世界纪录运动员 获得五分奖励积分 这个算法也太复杂了吧 一点都不复杂 只要拿到第一 然后超过世界纪录就可以了 还有 这就是一个商业赛 你怎么看起奥运会的规则 你偷听多久了 是你太关心我的金牌 太专注了 那当然了 你跟金牌都是我的 看我电视吧 转一下注意力 这宝子比我都紧张 难道他也很紧张 你不看吗 那我关了 水军 看一会儿吧 你等我一下啊 他一定是太累了吧 他一定是太累了吧 我来 好 现在 我2010 起床 一定要比赛 我2010 起床 我2010 起床 我2010 起床 我2010 年龄赛 应该是比赛 我2011 起床 我3011 起床 冬早就喜欢宝宝剧枪的样子 比如 那冬早妈妈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间的约定呢 必须要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我们的关系才能更进一步 要迈过这一步 才会有接下来年步 所以我会把这场比赛 当作我职业生涯里 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来打 比赛要一步一步来 我们之间也是 先睡了 你也早点睡 别瞎想 真是的 怎么到了最后 反而是沈静元来安慰我了呢